范蒂岡教宗方济各 星期六到葡萄牙里斯本 出席第37届 普世青年节 吸引150万人 顶着高温酷暑 挤满现场 只为了聆听教宗传道 精神异议的教宗 还在会上和出席者们亲切互动 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 讲述做人道理 我 perجunto a ustedes ustedes que están aquí que han venido a encontrarse a buscar el mensaje de Cristo a buscar un sentido lindo a la vida ¿esto se lo van a quedar para ustedes o lo van a llevar a los otros? ¿Qué opinan? ¿No oigo? ¿Es para llevarlo a los otros? Porque la alegría es misionera 我们一起重新的幸福是宿舍 教宗还以葡萄牙人热爱的足球运动 一语双关地告诉大家 龙门后的成功 源自人生中不断地努力 自自足迹斗得群众开怀大笑 因为疫情展颜一年的活动 今年改在新场地特鲁公园举行 不过现场的基本设施明显不足 除了缺乏有盖屋顶 阻挡应养高照 银饮水也要排队至少20分钟 才能够取得非常考验信徒的体力和耐力